盛夏七月暑热难当,玉溪山城汝阳的夜晚显得空井闷热,人们纳凉之雨,南堆迎来了一丝凉风,爽人心蹄,人们酣畅地在室外的折叠床上,凉席上打着哈欠,沉睡醒来天将黎明。 这时,在河南省汝阳县陈关镇,关干井李警官家的二楼房顶上,一头幽灵般的黑影摇动了一下折服两久的四肢,用闪着阴森森寒光的眼睛四下收拾一下后,见独家小院中空气无人,只有李警官的女儿李梅,一个只有十七岁的高中生,在院内的石榴树下的水池边,借着昏黄的灯光正在洗衣服。 他便捏手捏脚地走下楼梯,潜入李家正房的卧室,急切地翻动起来。 没有,难道几天几夜地啃方便面,喝矿泉水,冷雨洗头大叫便进在房顶的他,能甘心吗? 不,他点上了一支烟,又轻轻地推开了套间的门,哐当一声从套间里传了出来,正在专心洗衣的李梅,用眼角的余光朝套间望去, 见套间里一个人影,贼一鸣一暗地闪动着,不好,家中有贼,这个公安的女儿没有高伤大叫,而是激紧地,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大门走了出去,又随手锁上大门,就朝着邻居家跑去。 他想起来了,几天前,他一个人正在家中看书,突然不知从哪冒出一个年轻人来和他搭讪。 你是学生吧?放假了。他惊恐地看着这个陌生人点了点头。 啥时候开学呀?他故意打探地问,我长尾巴了,有点事。 嗨抬几天,李梅不愿被人询问,起身关住了房门。 莫非,还是前几天那个人。李梅来到邻居家一说,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呼得就站了起来。 不一会儿,又来了十几个人,大家分头越强跳进李梅家的院中,接着李梅打开房门,门外又涌进来一大群闻信而至的热心人。 人们不带吩咐,立刻把守住各路要道,黑影人见李就无人,索性将卧射客厅套间翻了个底朝天,可惜他一无所获。 正在这时,他忽然看见院中来的许多的青年小伙子,他一惊,旋即几步从屋内窜出,夺路直问楼顶,正被守在那里的几个年轻人生前活捉。 一个大个青年将他拦腰抱住,有人橘棍就朝他身上打来。 贼人被抓,人们围上来掀去他脸上的蒙面布一喀,原来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体格强断,身高一米七五,唇红齿白,一表人才,赞面露凶响。 这时,贼人开口了,别打,我是老五哦。 老五,人们一下子就愣住了,突然,人们想到了这个九富盛名的,黑道上凶狠首都的黑老大, 曾横行乡里,好为村匹恶魔的吴老五。 人们惊慌了,抱着他的大个青年突然就松开了双手,人们立刻躲避瘟一般的四丧开来,闪出了一条道路。 吴老五谈谈身上的灰土,扬长而去了。 当天下午,官军老李接到了一个洛阳打来的神秘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他十分地耳熟。 老李啊,实在对不起啊,我清早那在你家,主要是想借你的枪和子弹用用的。 为此啊,我曾三次蒙面潜藏在你家的房顶,可总是不给我个机会。 这一次我在你家房顶蹲了三天三夜,结果还是失败了。 别跟我老五一样,跟我成名之后再去给你押金。 李警官放下电话,老五的名字在他心中缠绕着。 他知道,这个重案在身的逃犯,此次到枪绝不能等闲视之,说不定有更大的阴谋将要行动。 想到这里他暗闭烟头快步地朝官局奏去。 2000年7月10日晚,局党委一般人听取了李警官加入枪指险些被盗的汇报。 一惊一喜,喜的是重犯偶限,抓捕有望了。 惊的是,盗枪作案危害社会。 大家一致认为,吴老五一直可能持续作案,这次盗枪必有更大的阴谋。 为此,汝阳县官局长李鸿江,政委连建中,副局党王强,宋建生,刘宪明,深感干系重党,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抓捕对策。 然,吴老五是何须人也呢? 经查,吴老五,又名吴文立,今年37费,系汝阳县陈关镇,拦截村人。 兄弟五人,原来汝阳县交通局二线职工,排行老五,因此被人戏称为吴老五。 一提到吴老五,乡立乡亲,吴不谈吴色变,大家都知道,他是街坊村里有名的村皮无赖。 1995年,因杀人嫌疑被国家官部全国通缉的杀人要犯,他的背后早已封闻隐藏着一个极具黑社会性质的犯队团伙。 官局曾多此行统,都被其漏网了。 早在1993年,汝阳县官局党委班子,就曾通过秘密的渠道,初步地掌握了城关镇南街村、吴文立等人的一些恶行, 但因为事实不清,缺乏足够确讨的证据,致使未能对吴文立等人实施抓捕之罪。 1995年,上一任党委班子也对此事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当吴文立伙同秦双印,涉嫌抢劫杀人被官部通缉后, 汝阳县局就通过多种方式对吴秦二人实施抓捕为获。 1999年7月,汝阳县局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就重点对此案做了周密的部署, 并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吴文立背后的一个极具隐蔽性、凶残恶毒、极具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但因若仓促上阵、杂草惊蛇,一旦抓捕失败或不能将其一网打尽, 必将后患无穷、狗急跳墙、势必供凶残疯狂的危害社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为此,经局当委反复地研究,把此案摆上了重要一程。 今年官部打黑专项斗争开始后,局当委把吴文立列为头号打击对象, 多次商讨制定方案,并抽调精锐警力,成立专案组, 要求专案干警把此项任务当夺政治任务务必拿下来,不得半点有误。 然如今,吴文立撞上了枪口,急不可施,要尽快地全力撞。 为了确保不失吴文立再次经沟逃脱,此案情极限居当委一般人知道, 对办的干警一律保密,此项工作迅速秘密展开。 通过专案组对吴文立进求活动进行调查摸牌, 对吴文立等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吴文立实则是个实恶不适的传奇任务,早在童年时代,吴文立就颇有野心。 据当时教他的教师回忆,他在上学期间, 别人上体育课,练的是体操田径足球乒乓球。 而吴文立对此是毫无兴趣,他练的却是举重、奔跑、跳跃和跳楼。 粗一的他,仍从二楼轻轻地跳到地上,安然无恙且无声息, 因此在诗章中得绰号跳田猴。 1983年,初中毕业到社会上后,他接触到了大量的武打小说和录像, 对文艺作品中反映的武术超群、智勇双全的老大、掌门人, 极感兴趣且崇拜至极。 为了能在社会上打出名气来, 他专门找了当时社会上颇有恶名的泼皮无赖,一底高下。 遇上对手他挥拳就打,不服再来,一时打遍了城乡。 汝阳城内所有的泼皮无赖,见来他都敬畏三分。 C然是年纪轻轻,就在社会上混出了个恶名,五老五。 另外,自杖兄弟们多,又据县城之便利条件,大达出手恶名雀起。 至此,在县城里许多人都认识他,简直唯恐避之不及。 后来,他四个爱唱戏,他就随着四个进了县剧团, 又习练了不少的棍棒之术。 为提高武功,据说他亲赴温县陈介沟,专门学习陈氏太极拳术。 由于年龄见长,他感到在县剧团混着没有什么前途,就离团当兵去了。 然武文力到部队后,劣迹不改,在军营历史予予偷窃,不到一年就被部队令既退役了。 1985年7月,备台复原的武文力又自己买车跑起来运输。 1986年,造汝阳商贸中心提人开车。 1988年,因邻里宅子之争,他看到在交通局当局长的王某,家世显赫呼风唤雨,颇有些能耐。 家里新修的三藤小楼十分的气派,他气不过,就和齐兄多次到王家摆墨料弄跳板以示调性。 王某最初见了十分的恼火,然转而一想,岂有萧来, 查想遍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收尾己用。 因此就和颜悦色地劝他到局里来上班,武文力一听顿时就感激涕零。 于是1988年7月,他正式在县交通局县乡路管理所上班了。 由于武文力的恶名在外,别人收养路费,三五个人几次三番地要不上来。 而武文力是一个人,没挡着司机吼,自保家门,我是武老五。 对方一听武老五三个字就不敢怠慢,马上就交。 后王某因涉嫌贪污罪,武文力曾在大会上大骂有人吃里扒外,为王大鸣不平。 1992年2月的一天,武文力未带他人上山罚木材,被木材站林业局职工刘某不肯放行,并扣下了木材。 后期托人说情刘某不远,武当记就怀恨在心了。 几天后就指使同国武建立用炸药将其家炸了一个大窟窿。 童年又因小事,不满对汝阳县自来水公司织布书记家实施爆炸,并美其名曰,事事胆儿。 从此,武文力横行霸道远近闻名,人称武恶霸。 为在社会上赢得老大的帮头称号,他就在社会上拉拢网络一屑有前科的狐朋狗友入伙。 这个团伙依实令社会上人人自危,因知所有认识他的同龄人都听他的指挥,否则就是无路可走。 鉴于以上的情况,局长李鸿江亲自到市局向崔宝莲局长、郭政伟政伟、张志勇副局长、李小选支队长做了专项汇报和汝阳警方的行动部署。 张志勇当即表示,行动要快,目标要准,务必严守机密,力争全部罗网。 李小选也非常支持汝阳警方的这次行动,专门派出刑警支队的三大队,全力配合抓捕要犯吴文丽。 一张无形的天网向吴文丽洒开,无数双阴损般的眼睛搜寻着吴文丽的行风。 7月20日,汝阳向官局经过周密的安排、缜密的侦查,在市局八科和市刑警支队的鼎力配合下。 凌晨接报,吴文丽在洛阳市街头出现了,刚刚在建席区荣林路38号, 胖子烟酒批发布打过电话的信息。 汝阳警方接到县局党委的秘密质量,全部向龙临路集结待命。 尽管参战干警不明就理,在行动秘密的本身就是他们感到此次行动是非同寻常的。 上午时时三十分,龙临路上树影斑驳,行人寥寥。 通过秘密指认,转组分兵两路,默契配合全部捉便宜,按作闲逛行人, 分别同街西头若无其事地向胖子批发布包巢合围。 经过一场十分惊险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一举将吴文丽抓获。 在抓获吴文丽的那一刻,当他得知是若阳警方,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扁了。 他抬起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快取抓程建立,擦在汝阳县城呢。 在市局刑警之队的审讯室里,这个不可一世,自视才高胆大的杀人恶魔。 经过关干警的斗智斗勇,刨根问底的较量, 吴文丽终于全部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情,同伙的住址、姓名、单位。 吴文丽心狠招贤,可谓是群丑之上。 十多年前,吴文丽经自己手,曾被一期长大的好友常见利买车贷过款。 按说二人的关系应该是非同一般的。 酒果因为涉及汝阳时市长徐忠和贪污受贿一案, 有人曾请吴文丽参与分烧证据。 因此在平丁山,警方抓捕吴文丽时, 常见利有意向警方提供了吴的情况。 吴被收审期间,常见利对吴七是不管不问, 致使吴对常是怀奋在心。 粗欲后,吴就决定拉长与自己一起干, 若有若往之日,肯定长也逃不了干系。 1990年,吴文丽开了个烟酒批发部, 让汝阳汽车职工刘小柳代为经营。 结果被警方收审后, 刘小柳把批发部的所有东西是席卷一空。 因此吴文丽怀奋刘小柳拿了他的钱财, 尤其是在收审期间, 刘静没舍得给直身在家生活困难的妻子送过去一分钱。 除狱后,吴有意拉刘小柳进来入伙, 为的也是将来对他是有个报应。 随后,通过刘小柳的引荐介绍, 吴文丽又认识了汝阳县汽车队调度室的主任任玉霜, 通过酒漏交往气收入伙之后, 长、刘、仁也都很佩服吴文丽的胆识和高见, 愿意败在武门、煞雪为盟结为兄弟的大干一场。 1992年,吴文丽把长剑立任玉霜刘小柳召集到了自己家中, 积压余弱,酒足饭饱之后便秘密商议走共同富裕的发展大计, 为扩充团伙的势力招降人才。 他们通过相互的介绍, 又吸纳了刘中莹,男,23岁, 汝阳县上殿镇新庄村人,个体司机。 沈小玲,男,48岁, 个体司机,汝阳县城关镇南街村人。 秦双印,男,30岁, 个体司机,汝阳县百树香恐龙村人。 为了共谋大事, 在昏房的电灯下, 几个魔鬼自探,无前是成不了大事。 听着窗外的北风呼嚎, 大雪飘飘的武文力, 七口寒气, 鬼秘地奸笑着, 钱遍地都是, 就看兄弟们敢不敢去捡了。 一听说有钱, 几个红脸的恶魔立刻应声叫道, 老我,你来当老的, 我们都听你的, 这没错, 你不会不让我们发财吧。 武文力并不谦让, 一阵吞云土雾之后, 招呼大家过来, 几颗人头立刻就凑到了灯下。 武文力没说几句, 几个人就搓手顿足地叫起好来。 赞, 明天就干。 通过两次爆炸的试胆练兵之后, 1993年2月, 武文力读出怪招, 以1.9万元的价格, 将沈小林的东风大货车收购为公。 又通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密谋, 他们兴高采烈地带着 10个假身份证和驾驶证, 开始南下湖北骗货了。 在出发前, 他们事先将车板箱上的车牌号 用纱布打掉, 再把纺织的喷号胶牌贴带车板箱上, 然后用喷号器加入白广告色, 重新喷上车牌号码。 到地点后, 他们再将真号擦掉, 喷上假号, 等作案后, 再改喷位真号。 在湖北武汉市汉政街, 他们很快就联系到了 一车塑料薄膜运往河北。 当时获主是一对夫妻, 也乘车随同北上, 因夫妻二人互相照顾的叫好, 无等无法下手。 当货车到玉岳交界处 一家路边饭店门口时, 我利等人提出停车吃饭, 货主无烂只好同意了。 当大家正吃饭时, 后边同肥的吉普车上, 承建利让毛润峰停车, 说, 我去开前面的那辆车, 你一会儿把沈小黎拉走啊。 说完, 藏打开了货车门驾车而逃。 当货主发现追上来呼喊时, 伺机沈小黎就坐进毛润峰的车逃之夭夭了。 后在洛阳的一个个体沙发厂零售了一部分, 用通过洛阳公贸大厦, 卖家具的潘某介绍, 将余货全部卖给了一样弄蓝床垫厂, 共获得赃款1.7万元。 虽然归来后大家都十分地得意, 但沈小黎等人没有分道钱, 却敢怒而不敢言。 沈小黎心里实在是憋得慌, 又怕自己的车出事, 就斗胆将车开到了洛阳卖掉了, 回来对吴文丽说车丢了。 吴文丽目火中烧, 认为沈小黎在和的耍心眼, 就连夜在村外的路边店里, 与常见力、人玉霜、 游小柳、游阴中商议除掉沈小黎。 一天晚上, 他们几个人开着车把沈小黎诱骗到了 复电箱银路沟, 用绳子活活地降起勒死了, 然后把尸体捆绑在装满了 矿石的编织袋上, 扔进一个精心选择的 废弃不用的矿井中。 过了几天, 吴文丽把尸体浮上来, 就让常见力骑的摩托车 专门到那里看了一下, 发现井里漂浮着一个东西, 像是死猪。 当晚, 吴文丽指示同伙 从县城偷了两扇铁栅了门, 拉到山上投进井内。 1995年5月, 有人买下此井玉在开矿, 抽水清井时发现了尸体。 汝阳向官局当界立案侦查, 但尸体高度腐败, 长时间的无人认领, 民政部门只好以无名师处理了。 沈小林被害后, 没有车的吴文丽, 为了更加疯狂地实施 骗货骗钱的阴谋, 便准备搞车。 1993年12月2日, 吴文丽, 常见力, 从汝阳来到洛阳市区定顶路, 物色抢车对象。 他们碰巧截住了轮川县 赤土店司机陈刘敏的东风卡车, 缩要到汝阳县拉杜康九, 台刘敏轻信谎言之后, 驱车来到了汝阳县。 引到了任玉霜开在饭店的一间套间里面吃饭, 趁陈楼敏背靠门口不背, 吴等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将陈打晕, 然后用绳索勒住了脖子。 正在行凶时, 服务小姐进门送菜, 任玉霜在满口接过菜盘直走了服务员, 然后将尸体用麻袋装好, 踩到了车上, 连夜埋到了汝阳市东车坊南边的 汝和滩边的小树林丽。 4日, 吴文利等人开着这辆车南下浙江滚州作案, 他们很快联系到了一车阀门往陕西越。 在没有人跟车的情况下, 由刘英中直接交货拉到了洛阳观林市场卖掉了, 并获得赃款2.5万元。 因有车辆又骗货得手后, 吴文利、常见利、 任玉霜、 刘晓柳、 其双印便又预谋外出抢劫货物。 1993年12月19日, 犯罪嫌疑人吴文利带同伙常见李秦双印, 驾驶所抢汽车, 到河北省晋州市, 与运货为名, 将河南省弄县的货主身穿黑泥大衣, 四十余岁, 手持拉货牌子的党修云, 发往西安的九吨铁丝片着了车上。 当晚行驶到河北省慈县西黄鼠村时, 吴、常、秦, 按事先的分工, 以修车为名, 验党修云手持电筒照明。 吴文利趁机不备, 用翘杠将党修云打翻在地, 三人见党未死, 又抬到陆基沟下, 常要下去用翘杠连捕打树上, 致党死亡。 并从党的提包里抢走了现金三万八千元, 后将所抢的铁丝销到了洛阳, 得到赃款三万元, 而后建车太旧, 就将车牌卸下来, 主要部件卸下来, 汽车于汝州市弯子街。 1994年年初, 吴文利与刘晓柳又窜到了北京, 用赃款购买了121型吉普车, 后吴又用3.7万元, 购得东风家常大货车一辆。 同年4月4日, 吴文利、港建立、 仁玉霜、刘晓柳、 秦双印、五人驾驶的两车, 窜至湖北省汉川县, 吴文利、蒋双印, 交货车主杨学红, 发往洛阳的一车缝纫机线的货, 装上车, 由秦双印驾驶, 吴文利与货主杨学红随车同行。 成建立仁玉霜、刘晓柳, 按吴文利的旨意, 尾随火车接应。 当晚九十许, 车行至荷兰境内武胜关时, 秦双印借故车有毛病, 下车修车, 杨学红帮起打手电照明, 吴文利装作紧轮胎的螺丝, 用撬杠将货主杨学红打晕。 秦双印先行将货车开走, 五常、人、刘四人, 将杨抬上了吉普车, 后见杨未死, 四人又用绳索勒杨的脖子 打上死截致其死亡, 并将杨的衣服扒下, 用裤子包裹后, 遗失于陆基下的洞内, 伪造现场逃避打击。 后把货物销到了甘肃天水, 得到脏捆两万元。 杨学红的尸体很快被人发现了, 湖北民警根据武刑 在杨就居住一夜的线索, 一路追踪查到了汝阳县, 并在一个院内发现了钻硬的车辆, 湖北民警随机向人询问, 栽车主是谁? 不巧的是, 当时被询问的碰巧就是作案凶手, 血案累累的伍文利。 当伍文利听听对方是湖北口音时, 知道情况不妙, 狡猾地叹, 只对远处一个人说, 一句望望塔前, 说完并精诚妥巧, 与秦霜印狼尾逃窜了。 因杀人越货而惊动湖北警方, 直到惊动国家公安部 成为紧急通缉要犯的二人, 如枪下狂奔的豺狼再无总有。 恶魔总有恶魔的伪装, 这个外表曾是文质彬彬, 一表人才的武文利, 在情妇面前, 在情妇面前取尽妻下时, 无微不至, 博得众多贵妇人小姐的推崇青睐, 被他们拟称为最有风度, 最有教养, 最会体贴女人的完美男人, 却沾满了一个个娇美女人的鲜血。 放浪行骸之外, 又是个地道的杀人恶魔, 剥去武文利的伪装, 这个道骂黯然的逃亡君子, 蛇蝎心肠豺狼吻姓, 暴露无遗, 让我们回首那累累血债最悲惨的一幕吧。 逃亡前, 武文利就与汝阳县风骚可人的马盈盈关系暧昧, 马盈盈那年是23岁, 轻轻停停, 脸如一弯心月, 白嫩皎洁, 眉带固盼情, 红唇吐丹, 娇阴甜甜, 加上苗条可人的身段, 举止飘逸轻盈, 大家闺秀不足, 小家避遇有余, 马盈盈当时在县城可谓是绝佳利人, 自古英雄爱美人, 武文利则以英雄自居, 对马盈一样爱的是天昏地暗, 妻子为此没少吃醋, 武文利脾气秉性, 她自然明白, 也奈何不得她, 只好是张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由她去了, 马盈盈有个姐姐, 意识了天生的游物, 可惜是命案在身, 几年前就被处决了, 今日, 武文利外逃, 自然是携她前往, 一路风景情话自不必说, 到了浙江福州, 正是马盈盈非常喜欢之地, 不久便居住了下来, 为了生计, 武文利穿行与小姐之间, 当起了鸡头, 后又做了舌头, 总算是可以养身顾命, 过上了二人甜蜜的小日子, 但前这个不老的情人, 总是令她捉襟见肘, 况且福州地处沿海, 霓虹灯闪烁, 明媛大款云集, 灰金如土薄千金一笑者有之, 纸醉金迷, 名人雅士迎风颂乐者更有之, 因此, 上流社会的辉煌气派, 残指之间一致千金者不乏气人, 这一切都让武文利, 如深山老玉进皇宫, 真有点羡慕不已, 瞠目结舌了, 她带着马盈盈, 面对此景自叹人生白活, 顿感无地子容, 非决心挤身上流社会, 燃钱呢? 她苦苦思索中, 却束手无策, 一天, 突然望着千巧迷人的马盈盈, 顿时有了个主意, 富尔一说马盈盈是一百个摇头, 武文利并不气馁, 就左膜右睡, 千方百计, 马盈盈终于是半推半就地点头了, 武文利一见马盈盈肯卖身求荣就十分地高兴, 通过半个月的明察暗访, 她替马盈盈找到了一个日本外商做她的情人, 那个日本外商一见到马盈盈就传线欲滴, 恨不得立刻去黏在她身上, 武文利降火后一到, 就改名为马武利自称时期表哥, 那位外商得知对她是格外的言听计从, 不久, 武文利就从她的手中以投资外国语学院为名, 骗取了她十五万的人民币, 当日本客商在时, 她就是名正言顺的表哥, 日本客商不在, 她摇身就变成了马盈盈的情夫, 有了经济基础, 武文利就开始实施她机身名人之列的计划了, 她先做了整容, 还专门聘请了两位资深的大学教授, 为其传授文化知识, 并对自己礼仪方面进行施教, 她想急速地从一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低支青年, 速成为移民学者, 为此她也不惜借用巨款, 对自己拼命地包装, 使她从里到外都起了质的变化, 谈吐举止也大有改观, 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女性, 她又专门聘请来英国皇家舞蹈教练和美国教练为其传授国标舞, 且挥汗如雨不耻下问, 凡有外籍来华演出的舞蹈团体, 她都会前往诚心地请教, 为此她曾荣获福州市国标舞大赛第三名, 有了这儿的名人效应, 她就经常以高层人士的身份出入该市的名人名舞团体之间, 为此有的贵妇人小姐不惜以每晚数千人民币的后资请她跳舞, 1998年, 吴文丽在福州古楼区一舞厅内, 认识了一位叫黄霖的职业舞女, 她32岁, 相貌出众, 美艳诱人, 是舞厅美女里最靓丽的皇后, 其丈夫是福州医学院一个中层领导, 工资不菲, 家中殷实富有, 黄霖还在炒股, 也有不少自己的积蓄, 吴文丽在该舞厅跳舞时, 用自己娴熟的舞姿, 争处了这位不可一世, 心高气傲的丽人皇后, 吴文丽有意下钩陪着小新, 深深讨在了这位丽人的环心, 不久而二人便拼鞠带了一起, 黄霖成了吴文丽形影不离的情妇, 肥着肉体关系的频繁接触, 吴文丽自仗心学的期货支持, 欠她做期货生意, 黄霖新人应援, 并欢笑着交往着她的胳膊, 从严行取出了六万人现金, 准备做期货生意, 但吴文丽是个事前如命的货色, 望着黄霖装有六万元钱的提包, 心跳加剧, 也有用心地约她去了自己的小屋, 一番云雨之后, 她趁黄霖仍荡漾在浪漫气息中沉浮之时, 随借故取笑, 用双手才忍地掐死了黄霖, 并将其衣服脱光, 放血到盆中, 将尸体剁成小块, 全部倒入下水道, 让其留走, 后又把骨头和头, 手, 脚, 分别装在黑色塑料袋里, 汽车带出, 连同菜刀一起, 投到了福州闽江和靖安河里, 后当其丈夫来到这里找黄时, 她还极为关切地询问, 找都没有啊, 她会去哪里呢? 实际上, 杀害黄霖的当晚, 她就又投借了马盈盈的怀抱, 肆意欢爱了, 黄的丈夫是个极有修养的中年人, 她当然知道琪琪与她的关系, 只是为了家里的安定和福气的名手, 才没有声张, 装作不知其事的, 但自黄霖夜不归宿数日后, 她在多方查找无果后就报了警, 警方当即传唤了吴文丽, 并到其住处查看, 但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也就只好作罢了, 但她眼见福州警方调查日警, 也深感不妙, 两天后, 她又仓皇地遣回了洛阳, 到洛阳后, 她给黄的丈夫打电话, 威胁说, 你要敢怀疑我, 带人来洛阳找我, 我就把你的头打烂。 1998年7月, 吴文丽到洛阳后, 在剑西区珠江路37号, 又租了一间房子, 为了更好的作案, 她和妻子离了婚, 把妻子从汝阳老家接来, 另租一房, 供其居住, 又用赃款10万元, 将孩子送进了私立学校就读, 并声援对妻子令驾无意义。 安顿好家事后, 她又在洛阳私下活动起来, 寻求作案目标, 时隔不久, 她在某歌舞厅跳舞时, 又认识了30岁的 林宝某公司职工高玉英。 吴文丽望着脸如新月的高玉英, 心荡神弛, 有意下钩。 高玉英傍着高大魁梧的吴文丽, 也心潮起伏, 柔情顿生。 二人由跳舞而深爱, 并且很快就如胶似漆打得十分火热。 高玉英有百万死房, 因其丈夫吸毒, 苏妻将关系十分地紧张, 几乎互不来往。 高玉英在洛阳 给二人的私情提供了良好的局所。 两人拼居后, 吴文丽顾及重演。 前是领高玉英去炒股, 后又领她做生意。 而高玉英对风流借躺的吴文丽是毫无戒心。 多次对她表示,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想花就花, 有你支配。 7月初, 高玉英为吴文丽提供了炒股款8万元。 吴文丽得到这8万元的存折金密码后, 兴奋不已。 7月19日, 吴文丽用杀害福州皇陵的手段, 将高玉英掐死碎尸并抛尸于剑河。 唯一不同的是, 吴文丽二楼上住着一对老年夫妻。 这一夜, 他们先是听到楼上有剁脚子下势的声音, 后来又听到哗啦哗啦地在打草卫生间的声音, 直到深夜后才停止。 第二天清晨, 因下水道被拳头大的尸块被堵住了, 致使老夫妻二人在卫生间下水道返出的污水中, 捞出的碎尸块足足有一脸盆那么多。 老夫妻从碎尸块皮肤上的毛发, 拼成了女人下体的丝处, 老两口惊呆了, 但一直都没敢报案。 几天后, 吴文丽轻易地从郑州的存单上提出了高玉京到八万人项款。 就在吴文丽案的侦查阶段, 则案组还发现吴文丽有二十多个来往逆些的女性, 其中包括洛阳市的七八个, 方林在三十岁左右的才貌双绝的贵妇人, 与吴文丽长期地保持的情人关系。 有的贵妇人直到吴文丽锒铛入狱以后还送钱送屋, 痴迷至极。 而有的贵妇人曾为吴文丽轻驱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修养, 有如此丰度, 如此体贴女人的男人。 是的, 善良痴迷的女人啊, 如果你纵观全案, 你还会为这案一个相貌堂堂, 谈吐不凡的恶魔唱赞歌吗? 我想肯定不会吧。 犯罪结邦已始, 总是煞血为萌信誓旦旦, 似乎天下兄弟手足之情上不及铁哥们的义气, 两类茶刀誓死如归, 团伙义气高于一切。 尽管心怀鬼胎而与我诈为财翻脸, 为色相之本性还能暗然下来。 然一旦利益不均, 分赃不公, 这种极端的自私凶残狠暴的本性, 我利就会显示出来, 分崩离析, 出现火病也是必然归途。 我利拉帮结派, 招想纳畔的结果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1993年, 因分赃不公, 吴文利活并了同伙申晓林后, 1993年12月, 吴文利等人在浙江温州 倒得了一车阀门销赃后, 刘英中只交给了吴文利1.5万元。 吴文利知道货实际卖了2万多元后, 一直对刘英中怀恨在心。 刘英中有酗酒的嗜好, 美酒避醉, 最后长康与炫耀作案而哗众取宠。 这就更引起了吴文利等人的不满和惊慌。 吴文利在与常见利、仁玉霜、刘小柳商议后, 趁一次聚会喝酒的机会, 在刘英中的酒中投放了安眠药, 致使刘英中昏迷后, 用绳子将其勒死, 然后扒光刘的衣服, 把尸铁拉到东车坊南辈的组合坛小树里给埋掉了。 1993年杀死申小林后, 其未婚妻孙玉珍19岁高中毕业, 一直在寻找申, 并多次找到吴文利等人说, 申小林是被你们叫出门的呀。 吴文利随即就起了杀性。 1993年初夏的一天晚上, 吴文利叫出孙玉珍, 欺贴她说, 申小林在汝州市东车坊等她一起到南方打工呢。 为了避免该女的怀疑, 吴当着众兄弟的面, 将两千人的现金交给了芬玉珍, 并说申小林在那儿本是没钱花了, 贪在兄弟的份上, 大家准备了点钱, 让她给申带过去。 该女哪里知晓吴文利的险恶用心啊, 当时就感恩戴德千恩万谢的, 直说吴等够义气。 吴文利见本住了芬玉珍, 又要求她往家里写一封信, 内容是她和申小林到南方打工去了, 不让家里面牵挂登道。 戏写好后, 吴文利又叫同伙上车, 佯装好心好意地要去车送其过去。 当车开到汝州市东车坊南边 汝河潭小树林旁边时, 吴文利等人一起动手, 用铁丝勒住孙玉珍的搏镜, 致其死亡, 然后将尸体扔进了 事先挖好的沙坑里掩埋了。 1994年, 吴秦二人因为被湖北警方追捕, 吴文利藏匿在福州时, 秦双应则形如丧家之权, 据无定所, 他先遣回了汝阳躲避, 后又流产到了洛阳市, 乘租了一辆小钟巴, 赞起了客院。 常见利、仁玉霜、 刘小柳, 将秦双应的情况 报告给了福州的吴文利。 吴文利十分的惊慌, 他担心一旦秦双应东方事发, 落网后, 定会殃及驰鱼危害到自己, 就告示常见利、仁玉霜、 刘小柳一定想办法 把秦双应给除掉。 这年秋天的一天, 常见利、仁玉霜、 刘小柳到洛阳后, 找到了秦双应。 一有吴文利在登峰少林寺附近 等他为名, 将其带到了一个小饭馆里吃饭。 常见利四级将安眠药 放入了秦双应的丸里, 结果九足饭饱之后, 秦双应依然是相当地清醒, 书中暗表安眠药是假的。 他们无奈, 就拉上秦双应往登峰的方向逝去。 一路上, 秦双应还是精神头十足, 毫无睡意。 常见利等人多次劝秦, 你睡会儿吧,睡会儿吧。 可秦双应却头脑清醒地说, 我一点都不瞌睡啊。 此时已经行至十八里盘的上坡处, 夜深人静, 只有清风吹过一人多高的玉米地 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常见利见车已经到了荒野之外的偏僻处了, 便示意任玉霜下手。 任玉霜拿出一条事先准备好的三脚带, 猛地就套在了秦双应的脖子上。 常见利拉住三脚带的另一端, 听命地死泪。 秦双应一见此情, 心中一惊, 本能地用双手抓住三脚带, 并对任玉霜说, 刷, 咱俩可是亲戚, 你为啥要对我下毒手啊? 说话间, 任玉霜手一松愣张了一下, 秦双应一脚登开车门, 顺势就跳下了汽车。 常见利命令刘小柳调转转车头, 准备用车撞死秦双应。 谁料秦双应情急之中, 十分机灵地连滚带法跑下了路基, 钻入了一米高的玉米地里, 没命地奔逃。 他又不敢出来, 就紧穿的裤头蹲在玉米地里, 直到天亮才搭车回若阳逃之夭夭。 常见利人欲双刘小柳, 因为没有找到秦双应, 无奈就匆忙驾车返回了汝阳。 如此火兵, 闹得同伙之间人人自危, 胆战心惊。 本是心焚手辣的刘小柳, 眼见无闻利常见利比自己还黑, 整日吓得是魂不守舍, 坐卧不安。 为此, 停时刘小柳有个十分明显的习惯性吸烟动作, 那就是双手抱着吸烟。 这个动作显著的特点是, 随时防备同伙从后面用绳子套住脖子, 用双手做掩护, 极力地挣扎逃跑。 表面上看, 程建立身居团伙的二号人物, 与武闻利最亲近, 实际上, 五常之间都存有杀死对方的想法。 武闻利在汝阳倒枪, 就是程建立的鬼点子。 目的自然是, 如果武闻利落入官之手, 必定会供出他来。 假如官人员能将一身武功的武闻利给击毙了,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一是可以保住自己, 二又能置物于死地, 并且借用那守官人员的手, 除掉了他的心腹之患。 为此, 他曾多次向官机关举报武闻利的具体行风, 但每次又害怕遭到武的毒手, 而赶紧用BP机流言的方式, 用暗语通知武闻利逃跑。 长建立曾多次向官人员打听, 如果我在路上碰见了五老五, 可不可以将其打死? 可见长建立一直存心除掉上司。 来自同伙的叛逆不忠, 武闻利早已是心知肚明, 秀得十分清楚了。 故他在吸烟时, 也总是双手拖着塞, 以防同伙吸结老大。 对于长建立刘霄柳二人, 武闻利是尤其的敌方。 他从不吸他们一根烟, 喝他们一口水, 吃他们一口饭。 武闻利曾说, 长建立这个人胆大心黑, 功于心计, 对自己终是个隐患, 尚有机会, 此人必须除掉才好。 武闻利团伙又是狡猾的, 善于伪装的。 就在抓捕他们前, 任玉霜一直给人一种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的印象。 虽然有前科, 但在单位却升到了汝阳县汽车站的调度室主任之位。 有次他与人发生了纠纷, 被人打倒在地了, 就连耳朵都被人咬掉了一块。 任玉霜当时趴在地上, 心里就想,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敢这样打我? 你要知道我杀了多少人, 你敢碰我一指头, 想杀你老子不费摧毁之力。 但是, 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暴露, 他竟然忍气吞声地咽下了这口气。 常见利同仁玉霜, 同样参加了多次的谋杀, 但他从不外逃, 一直在家里逍遥自在地活着。 1994年, 他们在湖北截杀杨秀红之后, 除了武文力秦双印外出逃亡, 他却在家里隐蔽了六年之久, 被被发现。 武文力偷枪的李警官家 与成建利同住一条街, 停时成建利常去李杰套剑户, 倒枪的过程藏就在外放事儿, 当武文力失手而逃时, 他还给李警官打电话说, 你家禁贼了, 你快回来吧。 武文力若晚后, 汝阳警方经过严密的部署,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将成建利, 仁玉霜, 刘萧柳发布归案了。 而秦双印却一直在逃。 后来警方在秦双印家的板箱内 发现了一张便条, 上面写有画面高过五的留言, 已到林宝郡岭镇下来, 从顾县的零公里处 有一个军矿处, 零四啃狗, 找开空押机信高的。 最初, 秦齐识口否认此条是谁, 在关干警的说诉教育下, 才道出了是秦双印的地址。 如阳警方不敢有误, 迅速派藤剑山刑警副队长 载人去抓捕秦双印。 谭副队长带人到林寺坑口, 找到了金矿的老板, 老板不知此人。 经问知情人得知, 秦双印1997年冬留下此地址, 老怕26号到的林宝, 见秦双印和一妇女同居后, 二人还发生了私打。 但后来这个画面高过五的人, 又神秘的失踪了。 无奈, 谭副队长又带人二次赶赴栏川, 连夜找来知情人。 据这位知情人讲, 开空押机的人已经换过了四个人, 且该矿在林宝属于河南省的辖区, 而矿工们大都是住在港口。 港口属同关县, 隶属于陕西上管辖。 据当地的熟人介绍, 前几年是有个姓高的, 在这里开过出租车, 来跑同关道港口的这条线。 这个姓高的, 的确在当地又找了一个寡妇, 叫赵小敏, 今年四十岁, 个子不高, 但很白着, 几年前丈夫死了, 手里比较富裕。 姓高的开的这辆车, 还是女方投资给他买的。 但是这二人原来的金矿干活, 男的是矿上开空押机的, 女的做饭二人才认识的, 但具体的地址实在是不知道。 无奈, 作案人员只好请知情人尽量地回忆。 知情人经过长时间的回忆说, 有一年, 高想做酒, 请人来帮忙, 当时这个知情人也在场。 中途到他们门口还停了下车, 至于是哪的村气不清了。 盘副队长就拉上了知情人 在同关道港口的这一条线上, 雷回地转, 以帮助他回忆到底是哪个村的人。 后来他叫停车, 最后执行人指着塑胶存索, 好像就是这里了。 但酒门一有目标, 立刻就信心倍增, 就蹲在不远处守候的, 直到上午酒时, 化名高过五的秦双印, 才夹着被子, 从一个废弃的变电房里锁门回家。 原来他怕打击, 每到后半夜都不敢住在家里, 才住到这里来的。 当专案组出现在秦双印的面前, 亮明汝阳警方的身份时, 秦双印立刻就软烂。 事后, 据秦双印的交代, 许化名高过五, 意思就是高过五文利之一, 然而高过五文利又能如何呢? 下场是同样的呀。 尽管秦双印逃掉了五文利的魔手, 在若阳熟人处借了两百元, 逃到了领保, 又和赵小敏组成了新的家庭, 并骗赵小敏说, 自己因为贷款躲债逃了出来, 就在秦双印若网的那一刻, 他说了一句话, 很让人有感触。 让你们抓住比五文利抓住强, 人不可贪, 参得无厌, 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五文利团伙覆灭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七月十日, 没有当时抓住五文利是个遗憾, 反倒是常、人、流、 自为得计, 没有浪及天涯, 给整个抓捕带来了极为有力的 禁收王底的胜利战国。 尽管七月十日以后, 连玉霜还在车站向摩向让地当着主任, 尽管常见力还品着明察与人神坛海撩, 但法网之下的他们, 同样是愁眉苦脸。 五文利在以后百般抵赖的交代中, 还是将事实真相做了彻底的交代, 不过他的交代, 实令专案人员心里是大吃一惊。 1998年冬天, 五文利从一个相好女人那里得知, 眼尸是一书画店内有一幅宋代著名画家米服的名画, 文迅当天他就窜到了艳尸那家书画店里。 他并不懂真迹名画, 对米服其人其名是一无所知的, 但还是站在画前装模作样地贫赏了良久, 之后彬彬有礼地同画家砍价, 一张幅画到多少钱啊? 四百五十万。 十万中不中啊? 十万得看看。 五文利没有再说什么, 暂身就回了洛阳, 找到了洛阳市书画院的某位画家, 他让画家帮他临摹依附米服的名画, 第二天他兴冲冲地赶到了该店藏在暗处, 趁店主外出时, 他替换下了真品名画, 并连夜遣回了洛阳。 在洛阳, 他找到了某画院的女负责人, 道明原委, 请女画家提提提一遍真伪。 女画家开轴一开始大吃一惊, 连称此画价值连城, 但要为其鉴定, 他却面露难色。 沉思片刻之后他才说, 我还没有把握, 若要确定是否是艳体, 只有上北京找著名画家徐某, 他是我弟弟。 五文利听罢十分地高选, 第二天便和女画家携画赴京。 在北京, 五文利算是开了眼了, 他看到名画家家里到处都是画, 且渐渐都是晶体, 当时他就想, 这么多画得值多少钱呀。 徐某问明五文利的来意后, 当即斩轴观画, 一看是名画, 徐某也是欣喜作狂, 连称孤品佳作。 但说到鉴定真伪, 徐某又犯疑了, 他对二人说, 要简别真伪难矮, 我还不敢确定, 只有请北京画界的权威来定夺了。 高思徐某后, 女画家和五文利立即驱车直赴北京故宫, 见到画界前辈后, 五文利十分谦卑地道明来意, 二位老前辈戴上老花镜, 贫赏多时, 最后放下眼镜, 对五文利和同爱的女画家直言不讳地说道, 这呀, 是艳片。 会不会搞错了呀? 五文利着急地说, 无会错的, 千真万确。 北京归来, 五文利十分生气沮丧, 将此画以九百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虽然五文利此时没有如愿得手, 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北京徐某家的描画。 几天以后, 他又一次知神附精, 来到徐某家的门前, 并专门购置了一套十分高档的西服穿在了身上, 跟上十一楼徐某家的门口。 他傍着许家对面邻居正带装修的工人说, 我的天窗钥匙忘了带了, 你能否帮我砸开呢? 装修工人见他衣冠楚楚也不生疑, 就衣锤替他砸开了天窗, 他反身上街又买了一把锁, 将天窗给锁上了。 天黑以后, 他来到许家楼顶, 用绳索记带腰上, 从阳台翻进许间, 将九幅字画,两块名贵手表, 四枚钻石,红宝石, 白金戒指,一部手机, 一部BP机, 及2.8位人的现金悉数盗走。 返回洛阳后, 吴文丽又窜至王城公园的一字画店里, 窍门盗出了二十幅名画, 全部用箱子装好, 托人玉霜代为保管。 今年3月20日, 吴文丽用私配的钥匙 打抬房东家的门, 盗走了六张存折, 共取出现金6.4万元及身份证。 据吴文丽交代, 他早在六年前就想有枪, 他为此跑避了江南的明城边陲, 企图买枪, 但都没有, 但都没有如愿。 他说一旦有了枪, 他就想杀死某某某某某某, 令人不寒而栗。 吴文丽罪恶之多, 令人无法罗练, 为了尽快搜集这群狂窝的杀人铁证, 肥着专组工作的深入, 汝阳向公安局派出立柴战县 谭剑双等多个取量小组, 奔赴了河北、福州、河南等地进行取证。 为了查找诗员, 汝阳县是费尽了心机, 他们首先派出专案人员, 反复带领罪犯辨认埋尸现场。 但都因严久误异, 河道变迁, 风雨侵蚀, 原有的地理环节和景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给查诗工作再来了诸多不变。 起初他们在河滩寻找埋尸尸骨, 派出了二十多名民警参与挖掘, 但是毫无进展。 后来他们就求当地的某工兵部队, 动用了军事上的军用设备探雷器, 仍然是没有结果。 最后, 汝阳县专案组仍不甘心, 就来到洛届高速公路指挥部求救。 当洛届指挥部的领导问明来意之后, 则知是为了破案取证寻找尸骨, 十分的支持, 无偿地派出了一台挖掘机, 赶赴现场寻找尸骨。 肥州挖掘机的轰轰省, 成千少万的围观群众被感动了, 他们有的无私把地里的庄介全部拔掉, 请官局挖掘, 有的又指着地, 让肥垫挖。 群众们感触地说, 没见过官局为了几具尸体动这么大的劲, 我们真算理解官干警, 扶了你们汝阳官局, 但是认真了, 有的甚至高呼公安万岁。 肥州挖掘机的洪洪省, 市政法委书记王家珍, 带领的法院及检察院的同志, 亲到现场, 尽早地介入案情了解情况。 肥州挖掘机的洪洪省, 市官局的局长崔宝莲, 政委郭政伟, 副局长张志勇, 支队长李小选, 汝阳的向委县政府, 向官局的领导也都亲临现场, 指导工作, 分析埋尸地点,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肥州挖掘机的洪洪省, 干警喝凉水啃方的面, 归汗如雨, 不顾盛夏酷暑, 晒黑了, 累瘦了, 一直坚守了21天。 这交集在21天里, 共挖掘土方1000多立方, 长200米宽100米, 深两米的土地被翻了个个, 光土方堆得像小山一样, 可以说这里的40抹大的勾勾坎坦, 树林河滩被干警们丈量的是寸土不剩。 终于在21天, 随着挖掘机的洪洪省, 高大的矿产带出了布兰库的衣角, 接着发现了女尸, 此时被捆住孙玉珍脖中的铁丝已绣成寸段, 裤头只剩下了一根皮筋, 一个沉冤多年的白骨终于展现了出来。 人们欢呼着官万岁, 干警们流出了热泪。 挖掘机的司机高兴地打开手机向指挥长报告, 挖到了,挖到了。 破案了, 沉冤八年的冤魂可以名目就全了, 一个危害人民财产生命安全的犯罪团伙被消灭了, 但此案留给人的思索却是沉重的。 采访中, 汝阳县刑警队长柴战县有一段话特别的精品。 吴文利的其父乃, 原是汝阳名厨, 经营有道, 率先开汝阳炒菜之咸和, 死后曾为五个孩子留下了三十万的家产。 他万万没有想到, 家境并不穷困的后人, 为钱会出来这样的逆子。 纵观吴文利的犯罪团伙, 犯罪过程有五个特点。 一、吉利和上层人物接触, 吴文利为学舞蹈, 曾聘请英国国际皇家国标舞教练, 并请教授为其传授知识, 具有由低到高追求文化教雅的犯罪心理特征。 二、 作案有长期计划安排, 吴文利为了长期作案, 先与老婆离婚而另改嫁, 并把孩子用十万元送入了私立学校, 将来可直接考入大学, 具有长期犯罪特点。 三、 谁对不起吴文利了, 吴文利并不疏怨他, 相反, 有夜拉他们入伙将来解刀杀人, 有预谋有打算, 即使是杀人, 也会让每个成员拉住绳子, 共同作案, 谁也跑不了。 四、 作案讲究, 不盲目有档次, 跟着潮流走。 吴文利为盗枪, 能携带方便面火腿肠, 坚持四天四夜连去三次, 即使大雨倾盆也不动摇, 足见其犯罪心态根深蒂固, 有着长期打算, 每次作案准备充足, 安排周密, 有两辆车前呼后硬逃跑便于成功。 吴文利从骗货发展到骗车, 从倒车发展到倒话, 逐步升级, 从多人作案到吴文利独自作案, 杀江南利人, 北国美人, 且包装自己, 跟着社会热点走, 具备新时期作案的特点, 值得注意研究。 五, 同伙之间相互残杀侠制, 四个人人人自危, 刘潇流吴文利的抽烟动作的形成, 足以证明这个犯罪团伙 急急残暴毒辣, 这又是其他的犯罪团伙 很少见的。 是的, 天道有眼, 吴文利从害人使, 必将害己中。 眼眷反思, 只想提醒人们一句话, 狼总是要吃人的, 睁大你的眼睛, 警防人狼。